面對鏡頭 美國前國務卿龐培歐 從來不掩飾自己對臺灣的支持 更在卸任後 發出大刻臺灣鳳梨桿的照片 現在他終於能夠再度大飽口福了 因為如今他終於要踏上 這塊自己心心念念的土地 一向對國際事務低調的外交部 直接證取這項消息 雖然說還沒有詳細的行程 但龐培歐已經確定 會在三月四號出席演講 除此之外 更要敬見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 立法院長游錫昆 以及外交部長吳釗燮等 臺灣政壇重量級人物 蓬佩奧在美國前總統川普任內通過 對臺灣的國際地位 和外交空間的發展是必要的 擔任國務卿的時候 多次力挺臺灣 完全不畏懼中共的施壓 堅持自由民主的價值 這麼棒的好朋友要來意義非凡 蔡政府一定要好好地把他款待 蓬佩奧在美國前總統川普任內通過 對臺軍售超過150億美元 更解除對臺灣官方交流的限制 挺臺立場鮮明 這次來訪除了是外交體系的努力 更讓臺灣往世界再前進一步 華視新聞文章章節 臺報道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